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 今节有我许散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以太阳 各位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大家看到标题又是要谈谈商台 是的 不谈不行 这次得罪了很多人 虽然我们《望向编辑部》也得罪了很多人 《望向编辑部》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台 也不是辞牌 也不需要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的监管 那你有什么投诉我们呢? 你就去油管投诉吧 是不是? 不过用一些骂骂的手段 又有什么国安拉我们 改一下花名也要国安拉不是吧? 国安不是很不空 是不是? 那好了 回来了 试其试 非其非 如果你们商业电台是一个持牌的广播电台 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条例 基本盘电台节目守则一定要遵守 如果你们里面的电台的DJ 尤其是孝顺仔DJ主岁的节目 祖霸王 他们又出事了 这傢伙经常出事了 你以为你真的是霸王吗? 是吗? 没错了 他就拿些东西来玩 就玩一个叫做有听众打来 就玩一个叫做居者有其屋计划 他们就改名叫做 傻居者有其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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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笑 很好玩的 来吧 笑人家傻居者 你住居屋是不是真的傻居呢? 那个感觉都挺侮辱的 是的 住居屋是什么问题 我都不明白 很多人的事业阶梯都是先从由公屋 跟着去做居屋 再去到私楼的嘛 住居屋是没问题的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就拿这个名字 我觉得他贪过瘾 拿这个名字 居者有其屋 就加个昂字 在前面 哈哈哈哈 详细我等一下可以再说 我可不可以说你叫做早投霸王吗? 对啊 我也对啊 正常说 早投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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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狂说你才行 因为看到这个投诉 有市民去投诉他们这个节目 这样说就不行的 现在这个节目 商台方面都接到 通讯局就给了一个劝语他们而已 其实就没有说特别的 什么叫做好大件事 哎呀不用罚他们 真的不值了 哎呀 敦促他们要严格遵守 电台节目守则里面的条文 基本上可以了 刚才台湾也提到 哎呀 喂 这么小事啊 就是呢 都是敦促一下 劝一下他们 还是怎样的 都很小事啊 是不是 但是他们又说 疯狂 又说什么 疯狂 哈哈哈 言论自由受到鉴制 打压 没有那么夸张啊 哈哈哈 被封劝语警告而已 是不是 这样也不行啊 哈哈哈 就是了 喂 我现在被封劝语警告 我不是叫你吃了它吗 是呀 你让我吃了它 吃了一封警告信 是呀 哈哈哈 下次我要你吃完个信封 是呀 哇 不是 就是他们说 什么 就是政府那方面的打压 无日无之啊 说傻子都不行啊 那看到昨晚就炒虾拆蟹了 不如这样吧 我们将整件事 尤其是通讯事务管理局那里 究竟他们用了什么的角度 还有为什么会给这个劝语他们呢 其实呢 我觉得劝语已经是很轻的事情了 很轻的 还可以吵到这样 是不是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言论自由都没有了 就是说傻子都不行 你要移民了 不是吧 不会吧 他们是黏的嘛 是呀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来一个正经的 好不好 我们说说通讯局 怎样看这件事 接到这个投诉之后 其实是有真的 找回这一节的节目 出来去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要研究过 经过了这个核实 才给这个劝语 当然啦 从你的角度来说 言论自由受到夹制 严重打压 就是他们说这些说话 就是为何要逼早霸王跪下 就有这个意思 好 有一个主持 接听到听众打到来 嘟嘟嘟嘟嘟的时候 那两句就说了 这叫做 傻居者有其屋 那柜字之后 那整个哈哈哈哈 他把这些哈哈哈话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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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然后呢 其他呢 这些美狗呢 就重复用这个字 不断来嘲笑 刚才也提到 为什么我们说他早投霸王 早投霸王不断说呢 因为他在这个小小的25分钟里面 这节目里面 其中每一个主持 都有份在说这个傻居者有其屋 大概在10分钟里面 一共提了10次 就是平均每分钟 就还人家傻居者有其屋 傻居者有其屋 不断说了10次 这个名词 好就算你真的说 居屋置业是傻居也好 我们再听一听 究竟跟这个节目有没有关 内容有没有关 我们稍后再深入再说 商台方面又如何回应 都是属于一个很轻松 很幽默的清谈节目 这也叫幽默 我不觉得好笑 这不是叫幽默 这也叫恶作剧 恶作剧的性质 有些人做了恶作剧 觉得好笑 整理到人觉得很爽 很过瘾 其实性质也是类似的 本身一居者有其屋 没有什么中性的词语 他将它安一个字上去 听起来好像很过瘾 又有些侮辱性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特意地做的 特意地玩玩玩 以为这样很搞笑 一点都不搞笑 如果台阳已经是很疑中流程 觉得你们是用来搞笑也好 但通讯局觉得再严重一点 其实你们节目里面说这个用词 跟一些真的叫做买居屋的人 都是无关的 通讯方面也考虑到这个 个案里面的相关资料 他认为几个主持在这里 炒炒闹闹搞搞笑笑嘻嘻哈哈的时候 用到这个叫做愚居者有其屋 但是整个节目里面 都没有说到好像刚才台阳那样 自业阶梯啊 或者买来究竟是怎么样啊 完全是没有说过 关于这个房屋方面的任何政策也好 购买也好 或者和住的也好 完全是和居屋无关的 只不过都想说人家愚蠢而已 不单是居屋 是连房屋方面都不关事 也没有讨论到 有关于居屋 在社会地位来说 有关的话题 如果你说人家愚蠢者有其屋 好了 你要解释一下 买居屋为什么要这么愚蠢 没错 没说 没解释 可能会这样导致很多人误会 原来商台说我们居居居是愚蠢 如果这件事不停地煲一下 可以煲得很大 可以牵连甚广 因为事实上香港很多人住在居屋 是吧 我们也看到有些盲友 也想抽白居二 或者其他不同的形式来买居屋 也有的 大家都在想 有时候你可能不是拿屋去买 或者想有一个舒适一点 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 居屋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然后再说回 刚才唐人觉得是 或者是这些人恶作剧 当你们立心不良 恶作剧就算了 不过通讯局就说 主持在相关的环节里面 有这么多次用这些说法 就是狂说了十次 十分钟里面 循环了十次 就说他们有欠审神 和会引起听众反感 好了 那些人就说 有没有搞错 犯了哪一条条例 这样也不能说 那我们不如说回给他们听 哪一条规定 好吗 其实就是违反了 电台节目搜则里面的 第六条规定 第六条是什么 大家自己上网查 如果的是嘟嘟嘟嘟嘟嘟 便会有长时间讲 好 隔于上述的情况来看 通讯局认为有关的这个节目 是用这样讲法 是用了一些惹人反感的用语 是投诉成立的 因此与其他结束等等 就希望他们要严格遵守 刚才看到的电台节目手则 我们刚刚也说过 像这些大家做这个节目 做了很多年的 很久了 我自己印象中也超过十年 没错,台阳的选择是没错的 这节目原来做了十三年了 十三年都这么不专业 你这个人很不够 没理由做了这么多年 那个专业守执应该可以拿捏得很准确 但不是,经常都出错 我记得之前他们有这位心理歌曲都试过一剂 都可以说得上搞到满城风雨 好像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最想非礼的女艺人 对,差不多了 碰碰碰碰,不可以啊 哇,有没有搞错 这样的题目也能作出 你说当时心理年纪小算不算呢? 中小啊? 假设祖霸王开头的时候 心理就大概35岁就开始做的 原来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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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48岁了 哇,年纪都不小了 连过一半就好了 还这么愚蠢 即是你是愚蠢者有期节目 还是什么呢? 我这个就笑爆嘴了 再看回这个孝顺仔DJ 之后有一些媒体就去问一下他 怎么看呢? 他说怎么也好 只要有听众觉得不舒服 听着不舒服 都会改善和检讨的 如果有听众听到 在商台有把声都觉得不舒服 那他怎么可以改善呢? 是不是不做呢? 当然不做啦 是吧? 最好不要做啦 走啦 是吧? 坐在那里 不帮不愚蠢 他就说纯粹都是玩食字而已 有时候会说什么 动动共就去西贡 那你OK的 OK的 不是说西贡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说西贡人 你不动怎么去西贡 就算你坐车 那你也要走上车 我是西贡的 你可以不动 还说自己这个时代 做媒体 说话谈慎就必然了 有些人看到他这样说 很伤心 为什么这么伤心? 听到他说坚守两个字 坚守? 你坚守这些愚蠢者有其屋 你坚守地愚蠢 他说要坚守住 现在能够说到什么 做到什么 都要继续顶住 意思是什么? 说得就说 这些人是生草药 有些人跟着这番话 好像逼他说 每个市民都有看法 作为大众媒体 当然要尊重所有听众 服务每个市民 希望他们都听得开心 和舒服 所以就说这个使命 是要坚守 所以不满意都会检讨 作出改善 他说这个是真心的 不是打官腔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说到自己真的好像有使命感 是的 你觉得这样也有的 我不太相信 我不相信 反正这个人都是生草药来的 而且这样说 好像不像他 是不是有些不训练呢 其实 我觉得是 是的 都是 你这样也投诉我的 怎么搞的 对了 我坏了 我知错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满意了吗 这样的态度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不如今节暂时说到这里 好吗 好吧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